疫情期间让不少人也开始投资美国的股市 台湾证券龙头因为提供全美16家交易所的美股资讯 是纳斯达克的重要伙伴 所以受邀敲美股的收盘中 更成为台湾首家获邀的券商 熟悉的美股终身响起 宣告当天的股市收盘 纳斯达克邀请台湾券商龙头 登上位于纽约时代广场总部电视墙 敲小收盘终身 也成为台湾首家获邀的证券商 近期疫情影响民众居家时间长 更有机会能够参与美股 2020年台湾证券商赴委托开户数增幅近三成 交易量成长超过五成 提供全美16家交易所美股资讯的台湾证商龙头 更是重要合作伙伴 过去上次社交平台脸书 电动车龙头特斯拉 远距视讯软体Zoom 以及全球旅速平台Airbnb等 都曾经参与都是各领域的翘楚 这回台湾证商龙头登上国际舞台 更是成功象征也让世界看见台湾 东三财经新闻综合报导